再来看到这个狂犬病是人畜共同的疾病 可造成严重脑炎 而国内发生的案例多以幼欢及白鼻心为主 为了要加强保护这个民众及家中毛小孩的健康 华联县政府从即日起实施狂犬疫苗的预防巡回注射 及宠物登记工作 期盼112年目标数达到约2万只犬猫 依据中央统计资料显示 华联县为幼欢及白鼻心等野生动物狂犬病阳性高风险地区 为防范狂犬病疫情传播 华联县府协调各乡镇公所规划办理巡回狂犬病预防注射 华联县动植物防疫所长周黄德荣说明 面对狂犬病请民众遵守而不一样原则 不要弃养宠物不要接触及捕捉野生动物 要每年带家中犬猫及人工饲养16目动物施打狂犬病疫苗 请县民在接到红色注射通知单后 系带证件及犬猫前往巡回地点 可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及宠物晶片植入 当房所补充 民众若不慎招野生动物或流浪犬猫抓咬伤 请以肥皂及大量清水重启伤口15分钟 在以优点或79%酒精消毒后尽速就医 并通报所在地公所或动物防疫机关处置 各乡镇注射场次、时间、地点等资讯 民众可搜寻华联县动植物防疫所官网或联书 记者讲方言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